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Local Currency 中文的翻譯的話叫做地方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鏈上的互助系統 這個鏈上的互助系統還有幾個前身 大家可能有看過的是鏈上大松或者是影響力市場 這些不同的前身主要是因為之前在做影響力市場的時候 碰到了一個瓶頸,感覺好像有點太過著重於在影響力本身 而不是在製造影響力的過程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後來去研讀了一些不同的社區貨幣 最後把這樣的系統演化成為鏈上互助系統 那在research的過程之中,其中有一個例子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今天想要用這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我這個鏈上互助系統的inspiration是什麼來的 那這個部分就要講到我們臺灣臺東都蘭鄉的社區貨幣 那他們的幣叫做meb 那meb主要的使用方式有三種 那這三種,應該說他的指鈔呢有三種不同的指鈔 有30分鐘的有15分鐘跟60分鐘 那沒錯,他就是用時間為單位的指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有這三種不同的指鈔 當然他在交易的時候不是以新台幣為單位 而是以分中為單位 所以有了這些鈔票以後 當然在提到怎麼樣去使用這些鈔票之前呢 這鈔票上面有寫一個這句話 而且說善用我們所擁有的 就會獲得我們需要的 那這句話呢在我做research的時候 就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這邊想要先提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後面再做一些簡單的呼應 那剛提到的是這個社區怎麼樣去使用這個社區貨幣呢 那簡單來看的話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google sheet 來直接做成一個名測 然後大概長這個樣子幫大家放大一下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前面大概十幾個都是店家 那接下來後面呢所有的這個Peter啊 Erica啊 Jackie啊等等都是以個人的名義 來提供他們的服務啊專長或者是物品 或者是他們需要自己需要其他人幫忙的服務專長跟物品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這個第七排的這個咖啡營業中 這邊可以看到他們賺取密閉的方式呢 可能是以每週五你只要30密閉就可以換一壺手沖咖啡 那另外他們支付密閉的方式呢 就是如果有人來幫他們掃落葉啊或者是挑一公斤的咖啡豆 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這樣子一個互助的一個方式呢 來讓他們社區之間建立社區之間的感情 然後也慢慢的建立社區之間的一個信任 OK 所以這樣子一個模式呢是蠻奇特的 然後他們又這麼的公開訪問 真的是在做research之中非常少見的一個例子 那當然除了在人與人之間可以去做交易以外 每個社區的居民呢也可以參加一些社區的活動 像淨灘啊等等的來賺取一些其他的密閉 那這些密閉呢就可以讓他們去購買 他們自己所需要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 不管是食物啊或者是服務啊等等 那就我提到的這個密閉的這個社群呢 它還是它現在正在進行中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點這個連結進去再看一看 那必須還是要再拉回來 這跟web3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跟army或是跟G0有什麼關係 那當然在army這裡面呢 我們當然是提供web3的工具 來讓社會使用 所以呢從web3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端倪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這有幾個是不同meb的社群裡面所擁有的一些 不管他們自己本身的資產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所後使用這個模式之後 所造成的一些影響等等 這是他們所創造出來的 那透過web3呢 我們可以在它貨幣上面 做一些簡單的upgrade 變成是加密貨幣 減少他們在發行貨幣上面的一些的需求 這個cost等等等等的事情 那這邊時間有點短 所以我需要再往前推一點 那這個部分呢 那我也就不再做這個local demo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下個禮拜三會做一個比較長一點的demo 那有興趣的可以再來到army的channel來詢問 那主要是我要來demo這個system 讓大家知道 其實用web3的工具 也可以達到同樣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是不是這樣子比較好 那當然是要透過測試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再去了解 那這邊有興趣的朋友 如果想要試試看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點選進去 那我可以看到 那最後我想要留給大家的是 OK我們現在有人與人之間 或者是店家與人之間 居民之間的一些建立互動的方式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再達到更永續的發展 那你從回到我們剛剛所看到貨幣上面的這句話 善用我們所擁有的就會獲得我們需要的 那從這角度的話 除了我們看的是我們個人或者是店家的角色 所可以提供的服務專長或者是物品以外 那這社會跟公共層面上面 是不是有辦法提供到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在公共空間 是不是有辦法建立一些無人的觸點 提供一些使用者作為他一些成就的紀錄啊 然後把這些紀錄 aggregate起來以後 也可以從政府的角度做一些 一些即時的登山熱點圖等等的東西 然後最後呢 比如說還有一些社會公共的資源等等的 我們在這上面是否也可以在河川周圍 建立一些無人的觸聯 提供一些互動室上面的一些即時的資訊 建立好像是河川的個資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邊有提到一些其他Five Dog正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Amazing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這裡點線來看一下 那除了社會空間與資源以外 當然還有社會的服務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在社區 以及公共服務的過程之中 提供一些有人或者是無人的觸點 那透明化這個公共的服務 增加建立這個社區之間的一些信任等等等等的概念 OK 好時間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目前我還是在實驗的階段 希望接下來可以跑到驗證的階段 也希望跟蕭蕭合作 那這是我的資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我 謝謝 拜拜 好的我們先寫Stanford 下一個講者是Caren